这画呢 像如雷逛的进到他的耳朵里面 他说这世界上还没有看到 神是怎么样透过完全毁生给他的人 所成就的大事 也就是说 神成就大事 不是要找一个完全的人 不是要找一个 你是一个在各方面都是优良的 特殊结束的这些洗拔 不是 神专门找一些 这个没有智慧 那些体力也不够 这些人 哇 这些人给他听到 所以呢 他决定要成为神所用的这个人 因为他不行 他身体几乎要死了 他说穆迪当晚的话 就像神对我说的一样 我当然绝对不会像穆迪那样的讲道 他说不可能像穆迪 穆迪是什么会讲道 但我可以赚钱 可以支持像穆迪那样为主工作的人 因此他当晚下一个决定 对主说 哦神啊 如果你保留我的生命 让我可以赚钱 用在你的事工上 我会用 以信埋名的方式 就是不记名的方式 使民完全得到荣耀 不久啊 这个 这个Henry 当然他信了主了 信了主以后 他读圣经 读了约伯记 第五章十九节 你看约伯记 第五章十九节 你六次遭难 他必救你 就是七次灾祸 也无法害 主就好像借了这些经节 跟他讲 他的那个TB啊 就是肺结啊 会得一致 后来他的身体啊 就果然是越来越强健 然后他开始呢 经营 这个 运用啊 这个他经商的那些天分 知道怎么去投资 家庭的财富 开设公司 自产 介绍新产品到市场 这个 他在隔壁 他家隔壁 也叫Quickr Quickr会 就是Nixon 他们就是Quickr会 Quickr会的时候 他们聚会了 就是全身都会 整个地板都会震动 所以叫Quickr Quickr的意思就是 像地震一样 整个聚会起来 全部都会震动 所以那么Quickr会 Quickr会 他们 所拥有的那个模仿 就是他们附近有一个 那个模仿 空出来之后 他就把它满下来 然后 然后就用那个模仿 设立一个公司 叫Quickr Oaks Company 就从那天开始 结果从那天开始 财源滚滚而来 成为世界上有名的这个牌子 那这个牌子呢 他所赚的所有的利润呢 百分之六十五到百分之七十 都奉献在教会的事工上 因此这个每年都几百万 几百万的流入这个教会啊 学校啊 宣教机构 同时呢 他还帮助穆迪 你知道穆迪神 那个当时设立了一些 圣经书院 刚刚开始 没钱 没人 没地方 没建筑物 他就钱就远远 就滚滚地进来 帮助他们 所以就建立起来 建立起来 使穆迪神学院呢 圣经学院 就脱离了经济的恐慌 成为有力的训练中心 所以穆迪成就了很多 很不错的人 有神学院里面 他也帮忙穆迪 开创出版社 杂志 还有电台 他经常提醒同工 他说你慢慢来 一定要慢慢来 要确定那是神的旨意 在做任何事情的时候 要确定是神的旨意 因为 我力量不够 我的心情不够 我们需要主的帮助 我们不能走了 比主更快 所以 要慢慢来 要确定 如果是出于神的 我们就去做 不是出于神的 就不做 他在 他最后一次在 圣经学院毕业典礼上 讲了一句话 就紧 你们预有能力的时候 就预会在 累积的活动上 让步 也就是说 凭着自己来做 我不知道神的 让步什么 对试探让步 总觉得自己能吗 我不需要神了 那个试探呢 会把你原有的 信靠神的生活 亲近神的时间 花在呢 这些活动上面 那有些事情呢 就是外面这些活动 你必须放弃 否则啊 这试探会让你呢 先是不太情愿 最后慢慢减少你 拨出时间 来清静神的时间 最后呢 那时间呢 就完全的 被这些活动 所拨夺了 你就根本没有时间 清静神 都活在 你的事业上面 然后你就 撕掉 那祝福的源头了 这位 这一位 Crowell 他 就是 在事业成功的时候 他很注意 一件事情 他和神之间的关系 因为他维持 和神之间的关系的结果 神的祝福是远远 不断地顾名他 就像这个父亲说 我愿意信 但我信不足 求主帮助 所以他死后的时候 在他桌子上 发现一张 四十年前 他所写的卡片 这个卡片呢 一直放在他衣服的口袋里 他说 我若是能够经常 活出逃足喜悦的生活 就会有无上的快乐 有的人 他的快乐是建立在哪里呢 他银行的丈夫 一直都增加 但是 我们的弟兄 Crowell 他是建立在 亲近神的事情上 所以 神对他的供应 是远远不断的 那我们今天 喊 主啊救我的时候 我只是暂时的呢 还是我愿意将 我一生 与主是连结的 我们看主耶稣 他说了一些话 约翰福音七章 三七节 约翰福音七章 三七节 节行的末日 就是最大之日 耶稣站的高声说 这高声说就是 人若可了 可以到我这里来喝 信我的人 就如经上所说 从他腹中 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 所以主耶稣 他大声说的时候 在启示录 是讲有七个 七雷 但是这里告诉我们说 在灾难还没来之前 我们应当到主这里来 来喝 因为信我的人 就如经上所说 从他腹中 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 就像刚才的 那位Crawell 他情形 他做一件事情 要讨神的喜悦 就是不中断 和神亲近的时间 无论外面的事业 再怎么忙 和神的亲近 是从不会间断的 因为他做这个讨神喜悦的结果 神祝福他是源源不断的 他不但是自己得福 还成为其他人的祝福 那今天也是这样 如果我们约来到主的面前 主大声说 叫我们来到他面前 喝 这喝的结果呢 他会从他腹中流出 活水的江河来 不但自己有解渴 还成为别人解渴的原因 我们再看那个 十二章 约翰福音十二章四十四节 约翰福音十二章四十四节 耶稣大声说 信我的 不是信我 来信了 所以这个大声 都有 大声是叫我们来注意 叫我们知道 叫我们来注意什么呢 在这里告诉我们说 我们信主 就是信这位独一的神 就是信这位独一的神 所以这个大声 有目的 当神 我们听到神对我们所说的时候 我们当如何 当如何 大声呼喊 这大声会带下一个火车 一定有一个火车 但是我们听到没有 如果主叫我来到他面前喝 我们就不能拒绝 如果我们为时和主之间正常的 正常的关系的 生命的关系 我不但我得祝福 还成为其他人的祝福 接下来我们看 第四节里面另外一个字 这个字呢 就讲到 封起来 七雷发声之后 我正要写出来 我听见有天上 有心中说 七雷所说的 要封起来 今天这个封这个字 他一般来讲 我们来看看他 有四个功用 一个功用呢 就是封了以后 叫你无法读 我们看以西节29章11节 不是以西节对不起 以赛亚书对不起 以赛亚书29章11节 所有的末世 你们看如封住的书卷 人将这书卷交给四字的说 请念 他说我不能念 因为是封住了 又将这书卷交给不四字的人 说请念吧 他说我不四字 所以如果一个书卷是被封了 一般来讲就是不能读了 不让我读了 那还有另外一个意思 不但不让你读 还不能告诉人 单一里书第八章26节 单一里书第八章26节 所说两千三百日的异象 两千三百日的异象 是真的 但你要将这异象封住 因为关乎后来许多的日子 也就是说将来发生三年半大灾难这件事情 很多的预言在当时单一里的时候 他是把它封住 就是不能告诉人 在单一里那个时候是封起来的 但是在启示录的时候 把它解开了 那封这件事情 也包括了 它是一种安全 或是一种保障 就不让人能进入 不让人能够从里面出来 像我们来看 马太福音27章66节 他们就带着看守的兵 从去封了石头将坟墓 罚首 我讲这个故事 这是有一件事情 你知道当主耶稣 他在被定十字架 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 是下午 从早上九点到下午三点 在下午三点 他死了以后 这个 约瑟去向比拉多要主耶稣的身体 然后约瑟和尼哥底谷带了香料 还有仆人 主要应该是仆人一起带去的 相当于 他这里说一百斤 相当于七十五磅的香料 这个香料就包括那个橙香 包括墨药 调和的 然后他们要去高主耶稣的身体 犹太人他们是这样 当人死了以后 他是要先在身体上涂香的 浇上那个香料 但是主耶稣在那个时候 在伯达尼的家里 就是玛利亚的家里 他在那个时候 已经被高了 那现在 约瑟和尼哥底谷 他们带的香料 是用细麻布 把主耶稣 捆绑起 就把残裹起来以后 在这个细麻布上面 涂香料 那这个香料主要目的 不是防腐 乃是除掉丝臭 他不像埃及人做木乃伊 埃及人做木乃伊 是把那个里面的内脏挖掉 把头里面的脑给挖出来 然后塞 然后再涂上香料 塞上香料 让他不会腐化 就成了木乃伊了 但是犹太人不做这个事 犹太人 他那个身体会腐化 但是呢 腐化以后 他会产生丝臭 臭味 所以就借了香料来涂它 但是因为 安息日近了 所以他们很多事 最后一层还没做完 就是 再涂上一层香料 这件事没有做完 因为 尼哥迪姆和约瑟所涂的是 他们把这个香料涂在 这个细麻布上面 然后再包裹 这些主耶稣的身体 那之外呢 外面还要再涂一层香料 那这个香料呢 他们没有时间做 所以就妇人来做 所以在七日第一日 这妇人来做 那妇人来做 问题是这样 当我们要做一件事 这个是三个 三个女的 一个是摩达拉玛利亚 一个是雅各约西的母亲 玛利亚 另外一个是撒罗米 这三个人都是妇人的 你知道那个石头有多重 这个石头有一千磅 他们这三个人 没有办法把它滚开的 而且他来 要吐主耶稣身体的时候 他遇到一个难受 谁能帮他们 把石头滚开 他们还不知道 这个石头是什么呀 被犹太教这些工会的人 把他给封了 谁都不从你打开 并且还派了兵丁来把守 但是问题是 你看这些妇人 她凭着什么本事 她怎么会去呢 她难道没有想通吗 卡丽绪你想想看 如果你是其中一位 假如你是撒罗米 你带着香料 你可以有钱 在安息日结束的时候 赶快去买 买了以后 第二天早上 天刚刚亮 我确定 这个墓是主耶稣买的 不是别人的墓 但是他们面临这三样的 谁能帮助他们 既然没有人帮助他们 为什么去呢 去不是等于白盖了吗 明明知道不可能 为什么还去呢 就是三个软弱的妇人 明明知道 不可能把这个墓石滚开 他还搞不清楚 有兵丁法首 还搞不清楚 有这个犹太教 把他给疯了 如果你是个聪明的人 有智慧的人 你是个很机灵的人 有计划的人 我们想要怎么给你 让他们去 对不对 那他们不怎么去呢 他们主要就是 你知道爱啊 除掉害怕 刚才我们不是讲的吗 害怕呢 抑制了我们的信心 没有信心了 但爱呢 人除掉的害怕 门徒逃走了 所有的门徒逃了 都躲起来了 我们弟兄都躲起来了 就是那三个软弱的姊妹 跑出来了 为什么弟兄躲起来呢 没有信心呢 怕 怕死人没有信心 但这三个妇人啊 他们爱主 你知道摩达拉的玛利亚 他身上有七个鬼 都给你改掉 他们爱主 他们想主 你救赎了我们 你还为我们死啊 所以 这个爱 使人呢 没有惧怕 在爱你 没有惧怕 你知道这个约翰一书那里 不是讲了这个事吗 爱你 没有惧怕 我们来看一下 约翰一书 第四章 第十八节 爱你没有惧怕 爱就完全就把惧怕出去 因为惧怕你含着刑罚 惧怕的人在爱你未处完全 门徒害怕 害怕犹太人 所以没有信心 信心失料 这个姊妹呢 不是说他们有本事啊 乃是因为他们爱主 爱的缘故 使他们不在乎难处 因为你有爱 神的心 你也不在乎外面的难处 你看到 结果呢 结果发生什么事情 我们还是看了 马可福音 马可福音这个 没有讲 没有像这个讲得那么清楚 但是 我稍微来 让你们看一下 马可福音 他怎么说呢 马可福音 第十六章 十六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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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三节 新从第二节了 七日第一日 清早出太阳的时候 他们来到坟墓那里 彼此说 谁给我们把石头 从木门滚开呢 他们来的时候就看到了 但马太福音告诉我们 是天使做的 其实根本就是神做的 神有一个地震 那这个木门 这个木石被滚开 是不是让主耶稣 从坟墓里出来呢 是不是因为主耶稣 他复活了 他出不来 所以必须把木门滚开 让主耶稣出来呢 那不是 是为了什么 为什么要滚开呢 让他们能进去 让他们能进去 来见证一个历史上 最大的成绩 主耶稣 复活 犹太人 他们可以用观音 把整个木石给封了 犹太教 宗教 可以把木石给封了 不让我们看到 主耶稣 复活的见证 但是呢 神 却能呢 把他 除掉 所以我们不怕 我们前面的路 是给撒旦封了 给宗教徒所封了 如果 我们有一个爱你的心 在爱你呢 不会惧怕 在爱你呢 反而会增加我们 对神的信心 神就说是 把木门滚开 你看好不好 这三个妇人啊 妇女啊 那真是 所有弟兄们的见证 的榜样 这些所有的 跟随主的这些门徒啊 全藏起来了 啪 门关得紧紧的 然而这位 这三位妇人呢 却是 不是说他们有本事 他们真正没有本事 但是他们只有一颗心 怎么 爱主 这个爱啊 使他们除掉之法 所以呢 他们能够 成为 事上 历史上 第一个 见证 主复活的人 天使把这福音传给他们 他们去告诉 门徒和彼得 不容易啊 真是不容易 真是不容易 所以这个 这个印 在犹太人所做的 封这个 是为了 不让 从里面人出来 因为他们以为 他们也听了 主耶稣会活活 他认为 主耶稣是活活 是 主耶稣是 昏迷了 没有真的死 所以不让他 从里面出来 也不让人 把墓门打开 从外面 把主耶稣身体 透掉 封筑 是为了这个 但是呢 你有再多的计谋 再多的计划 神呢 他所做的是 无人能抵挡的 那另外一个 这个印的功能呢 就是要做记号 这记号很重要 不但在我们身上 印证一些事情 也在神身上 印证一些事情 我们来看 约翰福音 第六章二七节 约翰福音 六章二七节 不要为那避坏的食物劳力 要为那存到永生的食物劳力 就是人子要赐给你们 因为人子是父神所印证 你知道这个 你知道这个 我们的主是神所印证的 也就是说 在我们的主身上 我们要看到一件事情 什么叫做 不要为那避坏的食物劳力 要为那存到永生的食物劳力呢 当主耶税从 这个被圣灵引到旷野 让接受撒旦试探的时候 第一个试探 你知道 主耶税接受的一切的试探 就是证明一件事情 救世界的人 以色列人 或是我们整个人类 都在撒旦的食探之下跌倒 那主耶税 在重新 把这个跌倒的人 所受的食探 重新做一个挽回 拯救 能够胜过撒旦的食探 第一个食探 就是吃了问题 就真讲的 避坏的食物 你知道在旷野有四十天 没有吃了 净食四十天 他真的饿了 撒旦跟他说 你若是神的儿子 就可以叫这块石头变成食物 有些地方翻译了面包 其实就是面包的意思 主就直接告诉他们说 人活着 不是单靠食物 乃至靠神口里所说的一切话 但是我们呢 我们的情形是说 人活的不是单靠 神口里所说的一切话 乃至靠什么 食物 是不是 我们常常是这样的 你说 哎呀 这个 水水啊 好有内容 我有的时候常常跟人家说 我们是要常常爱主 要释奉神 敬拜神 弟兄是说 这个刘弟兄啊 不食人间烟火 不食人间烟火 所以呢 他不知道人间的苦痛 不知道我们做工的人啊 多辛苦 打工的人多辛苦啊 Garry 你说什么 我没说 但是 你有这个感觉啊 你有这个想法 有这个想法 说这个努力 你也不工作 你也不像我们一个 这个早酒玩午的 你不食人间烟火 所以你不了解啊 人活着 不是单靠神的话 乃至靠食物啊 你虽然要神的话 但是不是单靠 但是呢 主要还是要靠食物 这个 这个 好我你说是不是 这是我们人的意思 那主耶稣说 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 不是说不要食物 要也要 但主要的呢 还是神的话 你要做 你要吃神的话 你要工作 生活 你必须要有神的话 要不然呢 你就玩啊 要不然真的玩啊 亚当 夏娃就这样 把人带到 多多人里面 我一直感觉啊 你知道我跟你们 其实都是一样 我以前也是 也是为了生活 但是神教我一件事情 神教我一件事情 你要生活 但是呢 你先把你自己的时间 摆在神上来 神会顾念你 我做实验 做实验 这些实验 这些实验完全是不知道 不知道 这个不是说癌症 这个所有的实验都不知道 这个没有一个 每次进到实验室里面 真是一头雾水 不知道要从何开始 祷告神 祷告神 神就让我们做非常方便 这个 做出来了 都能得那个专利的 不是普普通通的实验 人家就说 不对 刘弟兄 这个 那个 人家就把我当做 整个公司的一个宝啊 用我们的公司和学校 连在一起 但这不是我主要 才记得 神让我在各样的事情方面啊 让我很简 很轻松的过去啊 主要就是 让我留出时间怎么样 所以我在文化教会时 没有人知道 我背后 生活多辛苦 那我做生意 神就一步一步 几乎可以说 把那些生意的订单 送到我门口 就是这个样子 那为了什么呢 就让我安心的 好好侍奉神 因为我有心要侍奉神 如果我们在座 每一个人都为了生活 没有错 都需要生活 我不是说不要 主耶稣也没有说不要 不是单靠食物嘛 还是靠 神口里所出的话 但我们靠颠倒了 完全颠倒了 如果我们 先把神的事 摆在手上 你相信 你相信 神一定祝福你 有一次 就上个礼拜的查经 有个弟兄 他说我家里 人是越来越多了 亲戚来 这个职儿来 这个 哎呀 以后父母亲还要来 没有地方住啊 那我现在 我问他 你现在忙吗 我说是忙吗 那我告诉他说 你学习祷告一件事情 神让我换房子 他听了认证 不但有一栋 还有两栋 可能还有三栋 为什么呢 我要 侍奉民 我就必须 我的房子呢 让家里先安顿下来 那我侍奉民 那我的生活 从哪里来呢 我需要有房租 借着房租的收入 我就说 你就这样 把我告神 我说我这个没有信心 我这个要求 不是太大了吗 一栋房子都很难哦 这个温哥华一栋房子 做父 就是我家旁边 一栋房子新的 就两百六十万 他们说 怎么 这个怎么买呀 我说你不要怕 问题是 你的心是什么 如果你只 你的眼睛 注意这些钱 这些房子 就像彼得 注意难处 如果主说了 你来 你求 我就给你 那你看看 怎么可能哦 房子一直涨哦 去年还没有这个样子 今天又变这个样子 如果你注意这些难处啊 沉下去 沉下去 我们今天讲神的话 我们必须把这些话 应用到我们的生活 这些生活对我们 是有帮助的 这些应用的原则 对我们是有帮助的 主说得很清楚 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 不是说不要 我需要 我需要房子 我父母亲来 我没有地方 这个房子已经满了 他那个朋友 就睡在客厅上面 没有办法 那怎么办 求嘛 我说你去求什么 给你一栋大一点的房子 但是问题是 你这个求 不能只停留在房子上 你求大房子是为了什么 是为了说 主好让我来侍奉你 好让我的父母亲来 他们能得救 让我一家 还是住在这房子里面 全得救 都侍奉你 让你得荣耀 你看神要不要 单人给你啊 但我问你 我们不会求啊 不知道怎么求啊 所以 没有办法 信心忍拨 就跟别人一样 所以说你是小心的人 不是说你没有信心 小心 那我信心不够怎么办呢 主求你帮助 求你帮助 我们要求 Garry 你向神求 你不要看这个房子 长得这个样子 我不要看我自己买不起 你就向神要 神所预备的 超乎你所求的 所想的 问题是 你怎么求 问题怎么求 我们再看 约翰文明 章三十六节 只是我对你们说过 你们已经看见 还是不信 那我有比约翰更大的见证 因为父 交给我 要我成就的事 就是我所做的事 这便见证 我是父所差的 你知道 我们怎么知道 神在主耶稣身上 所做的大事呢 主耶稣所做的 是从神来的 就凭着 祂在生活上 所行出来的 所以也就是说 我们怎么能见证 我们是出于神的 我们是神的儿女 或是见证 我这个人 是神所吩咐的 神所交托的 就因我们的行为 我们的行为 和我们所做的 能见证一件事情 这个见证 其实就是这里所说的 这个印记的意思 就是这个印 就是这是一个记号 我们今天 常常不能使我周围的 特别是我的亲人得救 都是因为啊 我的行为啊 没有办法使他见证 你是神的儿女 这是最大的难受 先生不能得救 妻子不能得救 很多原因啊 跟我这个人有关系 所以求神 联名我们 让我们所做的 能够见证 是从神来的 然后我们再看 哥林多后书 第一章二十二天 他用意 印了我们 并是圣灵 在我们心里 做平均 或者做值的意思 你知道我们一信了主 我们身上都有一个印 同时我们 能凭着印 到神那里去得产验 要不然你看那个 以弗所书 第一章十三节 以弗所书 第一章十三节 你既听见 真理的道 就是那叫你们 得救的福音 也信了基督 既然信他 就受了所应许的 圣灵为印记 那十四节 这圣灵 是我们得 基业的 平均 我们身上 有了印记以后 这个印记 表达我是属神的 同时我可以凭着这个印记 到神那里 向神要我当有的那一份 原先也是教我的 原先也是给我们的 这些产业 因为我们离开神 我们失掉了 今天我们借着主耶稣的救赎 我们又回来了 这一回来的结果 我们从神那里 又恢复了和产业的 这个能力 和条件 所以我们记得 信入主耶稣以后 从主那里 得了圣灵为印记 这就是一件 非常重要的事 但是我们应当 怎么过生活呢 我们看 以弗所书第四章 二九和三十节 误会的言语 一句不可出口 只要随时说 造就人的好话 叫听见的人得益处 不要叫神的圣灵担忧 你们原是受了他印记 等候得俗的日子来到 一切苦毒 恼恨 愤怒 扰扰 诽谤 必缺的恶毒 都当从你们中间除掉 不要以恩识相待 存怜悯的心 彼此饶恕 正如神在基督里 饶恕了你们一样 所以过一个有信心的人 就守住我们的嘴 注意我们的嘴 不发怨言 不怨毒 让我们很久忍耐 等候神 在我们身上的祝福 你知道 你在神面前求啊 神不是马上答应你的 但是呢 我们不能因为 神没有答应 我就失掉信心 我们知道神是信实的 绝对是信实的 如果我们在神面前 有一个信靠祂的心 这个信 非常重要 因为我信的缘故 神会成就 就像那个 这些玛利亚一样 三位 三位妇女 他们因为爱主的缘故 也就是说 他们把惧怕除掉 他们对神的信心呢 不会因为外面的难处 而受到辖制 他们信靠神 信靠这位大难的神 神就能死 真好 所以今天 交通呢 就根据启示录第十章 从第二节到第四节 里面所说的 借着 起来 纵横走遍这地 而取得地的所有权 那我们的祖 祂因为借着死而复活 在施加上成功了神的救赎 神赐给他 超乎万民之上的名 给他 叫天上地上地底下 所有的人 无不向他屈膝 无不称 耶稣基督为主 他得了所有的权利 我们的主是这样得到的 他右脚踏海 左脚踏地 然而 我们 在有难处的时候 当有 我们向神求啊 可能用吼叫的 或主 也会 大声地告诉我们 让我们听到没有 今天这篇信息 基本就让我们知道 世上的难处 或是外面的 这些宗教 他把这个 我们能见证神荣耀的事情 把堵住 封住的结果 神 用他自己的大难 把他解开 但是我们有信心 没有 当我们有信心的结果 神就做事 如果我们 如何对神的话 如何对神有信心呢 就是 主的话 他怎么说 我就怎么信 就像 主耶稣对 彼得说 你过来 他就应该过来 但是呢 他怕 他看了阴风 让你太大 他就怕 所以就沉下去 耶稣祝福我们 在我们生活的里面 让我们学习一件事情 做一个 并信靠他 照他话 而做的人 学习 听见 他话的声音 因为他是满有怜悯 和慈爱 和拯救的神 接下去呢 那个第五到第七 我们下次再讲 下次再讲 那个第五节 还有第六节 是主要的 就讲到 到底这位主 是怎么样 一位主 我们下次再讲 今天停在这里